刹那时光 作者 美 丁清松 译者 三毛 至丁松青 1986年4月28日 亲爱的Berry 看完走出非洲后 我无时无刻不想着你 我打了电话 但你不在家 和你母亲聊了聊 却忘记告诉他要叮嘱你看走出非洲 后来我又再看了一次电影 便开始阅读走出非洲作者 伊萨克迪内森写的草坪上的影子 我也看了紫色 大家都说好看 但我却不觉得 我还是比较喜欢走出非洲 我也看了邦蒂富尔之行和蜘蛛女之文 你看看 我沉溺在电影里了 多巧啊 我现在正在读毛母的原文书 我这一生反复地读毛母 但是这次我阅读的是他的英文原文 他的短文语 红毛 信都很好找 但我找不到他一篇名为池塘短文的英文原文 我最爱的是这篇 我也正在读罗兰英格斯怀德写的七本童书 像是大森林里的小木屋 梅西边 银湖岸边 农庄南海 好长的冬天等 我从那些书中找到好多乐趣 昨晚我还读了马克吐温的短篇故事 还有英文课给我们的短篇故事 我在这里读了好多书 这一季我还参加了另一堂叫做炮画廊 的课 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参观四间西雅图的画廊 还要教绘画心得给我们的美术老师 但是我最享受的还是我的英文课 我们班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我发现他们比美国学生更加友善 我们的老师说西班牙文 热爱电影和书籍 我非常喜欢它 Barry 在这里过了这么些美国生活之后 我有好多经历想与你分享 尤其是走出非洲 我有好多想法想和你说 我第一次觉得你放弃飞行实在太好了 搭船 搭飞机 搭巴士都会让我头晕目眩 那些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好玩 只会让我头晕想土 说起在这里的家庭 生活 如果我现在住的地方算得上是个家 的话 那么没错 我非常不开心 天呐 如果不是学校还能让我提起点兴致 我就Barry 我会在5月22日离开回台湾 到时我的课就结束了 我会在台北待一个月 接着6月我会在西班牙待上整个夏天 在那之前也许我还可以去看看清泉的篮球场 你做得太棒了 我想你会在墙上涂满你之前和我说过的话 很谢谢你邀请我到圣地亚哥拜访你 母亲 只是这快15天以来我得了非常严重的感冒 现在可起来还像把机关枪一样 医生说我得了支气管炎 我的身体因此受了很多折磨 现在非常虚弱 我想我没办法去圣地亚哥了 但是如果明年你母亲可以到台湾旅行 我会将我的公寓借给她 我希望明年你可以回美国陪她 而不是让她跑到台湾找你 听说你母亲病得很重之后 我才发现我有多爱 多尊敬她 还有现在我好以她为荣 她是名十分特别的女性 先不论她是你的母亲 我见到她的第一眼就发现她美好的许多面 Barry 能有你这样一位作家 朋友我总是感到骄傲 你已经做了许多极好的事情 现在再加上你母亲的花园 还有清泉篮球场的那面墙 接下来你可有的忙了 我想你这三个月能和你母亲待在一起 是天父给你的礼物 我看得出你在她身边有多快乐 Barry 我知道这次你和你母亲在一起很高兴 她是个仁慈 勇敢 体贴的人 我两年前只和她相处了三天 她就在我心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请告诉她我爱她 告诉她我很快就回台湾 我不会再待在这里了 总之华盛顿是有着美景与善良人们的一周 我第一次打从心里喜欢美国 有一天我会回来再进修我的英文 Barry 你知道我非常热爱语言 英文又是这么美丽的语言 丁神父盖了座篮球场 Barry 黄军非常爱你 我等不及要看你的新篮球场了 下夜里坐在场上 听着河水潺潺 会有多棒啊 Barry 请代我问候你母亲 我这次不会去拜访她 但我确信我还会回美国读书 到时候你母亲的身体就好多了 我也才能在夜里与她多聊一会儿 我很喜欢与她相处 我之所以没有打电话给你 是因为虽然我已经付了足够的月费 但是房东还是不喜欢我打长途电话 Barry 这次要离开你母亲时要坚强一点 我知道这很难 但是你们彼此都能撑过去的 不是吗 你们都是很勇敢的人 我到台北会打电话给你 我爱你的母亲 再告诉她一次 我们很快再见 爱你的三毛 我一直交由你 在考虑者之外 你明明 PA Oh ifalam